为了改善崇光部落排水沟还有路面铺设 文栏村长田文才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伙上任之后 积极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经费解决部落常理的问题 也获得了秀林乡长王玫瑰全力支持 而乡公所也从去年开始施作 三月份就可以全部完成 由于崇光部落路面和排水沟之间落差相当的大 村民在行驶或是走路的时候 往往会造成意外的事件发生 文栏村长田文才上任之后 并且向秀林乡代菜品货反映 菜品货也在代表会进行提案 为地方争取社区居民的需求 同时又获得秀林乡王玫瑰的重视 也编列预算 去年度开始施作 在三月份完工启用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崇光部落的社区 还有所有的道路水沟 从我上任村长以后 把所有的崇光部落的路面 以及水沟以前真的是高低 真的相差在30公分 水沟跟路面相差30公分 也感谢我们这一任的乡长 王乡长能够关心我们最南区最尾端的部落 崇光部落 能够把这个设计里面的所有的排水沟以及路面 能够今年都已经完成了 也感谢我们的蔡代表的协助之下 让我们的部落 让我们的村民能够给个安全的路 甚至感谢他们 村长代表还是继续的努力为我们部落 陆陆细细也是在 从一月到现在都一直在会堪 在产业道路 不管什么提防 外环道路 现在都已经在陆陆细细的在会堪完成 已经交给各部门的单位来处理中 王南村长田文蔡表示 秀营乡最南区的地方就是王南村城光部落了 位置于上百公尺的山区 可以说是相当舒适的好地方 而这是获得乡公所全力的支持 田文长和蔡白伙同时也代表村民们 乡公所团队说一声感谢 让部落幻然一新改善了生活环境 村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记得终于学校报导